大家都是这样子 好 来 好 来了哈 我们有直播 帅帅的王老师就要露脸了 镜头在这里 对 就是镜头 它是180度的 所以其实没关系 我们这样聊 好 好 欢迎回到永远与大家在一起的Pub Radio 我们是Pub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思平 每周一到周五五点钟到七点钟 欢迎大家锁定FM91.7大北部地区 陶珠苗地区 请锁定FM90.7好听广播电台 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面直接下载 Pub Radio的APP 就可以无缘佛界的收听 也可以在这个YouTube上面 直接订阅我们Pub Radio的联播网 就可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五点到七点钟 我们都是两个专访 五点钟我们请来了政治大学 东亚所的所长王信贤博士 这个我们先请王老师 王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信贤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六点钟之后 我们会请来阿嬷的女朋友 这个访谈计划的发起人 也是作者 那么佟平安 她会来我们的现场 谈什么呢 回顾一下 在那个威权保守的年代 那些熟灵的女同志们 她们是怎么样子熬过那个艰苦 然后有她们自己各自的 一种灿烂的人生 所以我们今天两段都非常有趣 五点呢 请来的王信贤所长 是要针对中国 现在正在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 因为中国呢是一个一党 专政的共产党专政的国家 所以她的六中全会 当然就关系到整个中国的权力的 结构的这个传承 已经跟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 那这以前我相信很多媒体呢 都做了各种报道 那我们今天请来了这个王信贤 王所长 我过去呢在公司主持 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曾经速度访问过她 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的学者 我们透过她 给各位呢不哭不笑 只是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先让这个王所长 来跟大家聊一下 六中全会 他们大概开几天 开四天 开四天 从8号到11号 可是问题是 各位的小赵 跟台湾也差不多嘛 就一个大那么重要的会议 他一定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 所以其实在准备工作的时候 很多的讯息 也就是说在这个会上 大概就照那个规则 游戏规则走了 前面才重要 前面那些过程 那我们先来请这个所长 跟刚刚聊一下 大家都说这次会有一个 历史的决议的这个文献 但是因为还没出来 那我们但是如果 从前面的铺陈来看的话 这个这次的中共六中全会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好一般来讲 功能 六中全会 就是中共的每五年 开始党大会 对 那间隔中间会开七次的中央委员会 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六中原本他就是在决定 接下来明年 例如说明年二十大党高层的人士 以上过去惯例 应该就是接班问题了 对 就是高层的人士 高层的人士 所以这一次一个看点 就是这一次可以看到的是 高层人士是不是有讯息 但我相信 人士不会出来 但可能有相关的制度 会出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比较特殊 就是说这一次恐怕 这一次一定会有 所谓的第三次的历史决定 历史决议案 我们知道中共历史上 已经出现过两次的历史决议案 会出现这种决议案 而从我的角度来看 应该就应该讲 就是说 一个权力定于一尊的领导人 他第一步是在夺得权力 也就是政治斗争胜利之后 接下来就是历史诠释权 取得历史诠释权 这个就是历史诠释权 对 例如说毛泽东 他取得他的历史诠释权之后 他怎么去谈中共党 从1921年到45年 这段时间到底怎么回事 以他为中心的诠释 例如说当初包括李立山 包括张文天等 这些所谓的国际派对他发起的攻击 最后当然由他来胜利 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 就是我们套一句 我们现在台湾比较流行的话讲法 就是修改篡改 那个历史发展过程中 曾经有过的某些记录 对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历史 重新重新诠释 邓小平也一样 他在他在跟华国锋等赢得的 就是跟两个凡事派赢得胜利之后 1981年也也 也做了一个历史决议案 对 这个有趣 就换句话说 各位可以想见了 那现在但是习近平 习近平当家的年代 就是说 可在习近平之前 也并不是没有人 比如说这个 温家宝 温家宝 胡锦涛 胡锦涛 胡文体制 或者在之前的江泽民 江泽民 江泽民还曾经 也是几乎全寝一时了 也可以讲就全寝一时了 他们都没有想过 要用这种方式来 确定一个历史文献 反而是在习近平身上看到 其实我觉得 在这样的体制里头 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想 但要看他自己权力够不够 真的只有权力定于一尊 他才有办法这么做 例如说习现在权力定于一尊 他就有办法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案 而且这个历史决议案 我相信会超越前两个历史决议案 好 那就要请王老师 帮我们回答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他才短短的几年之间 他可以确立了 他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权力一尊的 定于一尊的这个地位呢 为什么 当然他 从中共的党的历史来看 就是说 以习近平他们这种红热带来看 其实像江泽民或胡锦涛 文家报等这种 从技术官僚上来的 他们基本上都只是管家 真正能够坐稳那个位置 事实上 因为整个江山是他们父子被打下来 所以真的能够坐那个位置 就是说像习近平这种红热带 我觉得第一个更正苗红 第一个当然他上台之后 他以各种方式 一开始当然是反腐 反腐败 就是确立他自己的权威 而且那个反腐败 一开始大家认为 所以说中共党内有一种潜规则 就是行不上常委 可是他上台没多久 周永康就下来了 所以那个震撼力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说那个时候 从周永康的政法系统 他从四川出来了 又从四川棒 接下来又从石油系统 他原本从国企的石油棒 整个大整顿 他一整顿 基本上其他就是 我觉得杀鸡井猴 几多寒残 那接下来一连串的 就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所以包括后来他在整个集权的过程中 成立了很多小组 就是很多的小组或者委员会 他自己本身担任小组的组长 或者这些委员会 也更加集权了 对权力更加集中 也就是说把他自己原本的权力制度化了 OK 好 那这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往前再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还这样做 我想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在这次的决议案里头 我想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再次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为明年他二十大继续连任铺路 从第一个来看 这一次的百年党庆 我们从七月一号的百年党庆 以及他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这些相关的讲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偷偷的描绘出 接下来第三次的历史学议案 它的内容是什么 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解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 以及带领中华民族朝向民族复兴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 包括各种户需变法 或者是宪政派 甚至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等 都没办法解决 但是是由共产党所解决 按照习的说法应该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坚强的领导 第二个是正确的道路 那坚强的领导 当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 另外一个就是正确的道路 当然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换言之 他要去诠释这百年来 真的是中国共产党 他把中国从过去一穷二白 以及甚至所谓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 带向现在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这个是他执政的合法性 所以从这个来看 因为共产党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为什么成功 那未来如何能成功 是这一次会议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执政合法性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为了树立他明年继续连任的权威 也就是说 事实上共产党现在遇到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那这个未有之变局就是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 所以这个时候唯有 习近平他代替的共产党是坚强的领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的道路 可这也很有趣啊 这到底是鸡身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啊 就是说各位想一想啊 对一个呃现在努力的在建立自己的这个 为集权统治的地位的权力完全集中在身上的习近平来说 论述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 可是论述这个东西有时候 他有一种你知道自我自我辩证的一种吊诡性 就说到底是你讲的是事实呢 还是因为你做的使得这些所谓的你讲的这些论据呢 变成了支撑你要掌握大权的现实 比方说我们如果看中美关系的关系来看的话 那他的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坏 也不就是因为你习近平上来之后 越来越走一个战狼外交 越来越有强烈的想要 呃忘记了邓小平当年说的这个不称霸嘛 韬光养晦 对你要韬光养晦 他已经开始有一点要称霸称霸的味道了 所以引起西方的高度的警惕嘛 就说这个有时候就变成是 对不对 自我正诚的 但是对以中共官方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为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是无可避免 他一定是长期 他崛起嘛 而且是结构性的 也就是说一个崛起中的政权对现有 就是现有的霸权 对崛起中霸权的防范 所以只不过说他们应该庆幸的是 这个时候刚好习近平在执政 我说这是从中国的观点 对对对 所以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刚好遇到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好 这个就是全世界都在高度 我跟讲全世界高度关注 我想是事实 是 尤其像美日这些国家 这种大国一定都是在关注的 这个中国到底会往哪里走 好 中共的六中全会已经召开了 他们四天的会期 大概什么时候会公布这个历史文献 应该是明天 应该是11号 11号 11号的上午 这文献应该又长又很长吧 之前都看都很长 对都很长 之前都很长 对对 好这个马上回来 我们再去访问这个王兴贤所长 我觉得那个太累了 什么东西都重来 对我知道 我知道 换腰部帮小孩洗澡 从月子中心带回两小 可是问题是你前面也大了 他也是分担做前面的 我觉得我现在的困扰是 同时要面对青春期的小孩 我知道 我懂你意思 这一场人 我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在青春期 我觉得青春期尤其是女生 我觉得好 就比较辛苦了 我觉得做爸爸的 有一点 没有一方面就是他们的青春期 但我们的性别上也有一点 像我女儿就跟我说 有几次跟我女儿就说 爸爸都觉得好难过 每次你看以前小时候跟我多好 没了床 在我身上转身去 七八岁的时候十岁 他就这样子 出去就手拉出来 离得人家呢 然后我说 你看现在我这边靠近你家 都在那边干嘛 然后他说 他就这样回来说 那你是男的 你是男生 对啊 一堆朋友就安慰我 说你放心 大学以后他就会回来了 我说那还好多年 对啊 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有一个小 你又可以在那个 你是不是住在那个 郑大圣 一间 郑大圣 对 跟张宏远 跟顾明 对对对 我们非常熟 因为他是同样熟 对对对 那你有去他家过吗 我以前常 就跟他刚买那房子 所以我们也常去 我以前有一次看到 您抱着女儿 好小 在门口 怎么咬啊 对对对 他都咬手 对 我待会会提到就是 习长 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让他超越毛 你放手了 还有最后 我会谈到两岸关系 一定要聊这个 对对对 因为前两次决议案 都不会谈到两岸关系 对对 但是这一次我要担心 会放 放进去我觉得就有点麻烦 嗯 所以就要看他会不会放他 但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因为 因为他 因为对他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未完成的 对 未完成的事业 他不单单就是台湾的问题 他是美中的问题 没错没错 最后还有更复杂的问题 还有他把两个百年 跟两个百年挂在一块 跟民族附近挂在一块 其实就中共的逻辑来看 也很合理 因为这还是一个未完成的 帝国主义的 对对中国的 台湾就是一个 对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那个拼图上 没有解决的 刚好很不巧的是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站的位置 站队单站得太明显 可是我们也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你不这样站也很难 对也很难 因为如果你不要被统一 你似乎也都是这样站 但是也许你讲的是 另外一个考量 假如说这都是蓝 K在提升 但是我觉得也很难讲 因为从事实来看 2014以后 K也面临大队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但就是说看谁的避险空间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跟北京沟通的管道 够 好 这也不会一次聊完 我们下次还 等他那个出来 可以帮你再来回车 对对对对对 那你小朋友念 新生型是念国中还念高中 对对 国中 正大副中 一个十小一个 可是你住在 温豪也住在附近的 对我 我住在三街 对我接 我住在三街 我原本住学校宿舍的 在神南派出所 后来因为到期了 我前两年 OKOK 你们那个有给家庭的宿舍 对对对 他可以三张用 对 要搅钱 要搅钱 请听蔡师平 好我们回到这个现场 刚才跟这个王兴贤王所长 在稍微闲聊了一下 因为他也是这个文山区的木榨人 他因为他正当任教嘛 所以他的住的地方 就跟我家很近 所以我们刚刚就稍微聊了一下 我们的家庭啊 小孩啊 这是爸爸经啊 你看人生是不是这样子 又要关心国家大事 风生雨生 读书生 然后又要关心自己的家务事 好我们来继续关心这个 中共六中全会 这是一个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习近平掌握了这个大权 确立了自己的一个更更为威权的 这个集权的这个地位之后 他下部要干嘛 所以对于两岸关系来讲 这当然是大家很警惕的 我相信 虽然这个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呢 也也嘴巴上 当然就是从来没有让过 可是他们不可能不重视的 我觉得这不可能不重视 因为从各方的讯息来看 从日本从美国得到的讯息 大概都会告诉这个政府 告诉这个执政党 你还是要关注这个台海的形势 跟这个习近平的下一个动作 好我们现在回头来 再来请教这个王兴贤 这个王所长 好那如果说这个 中共六中全会召开 他会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历史文献 那时间点大概是在11号 就他最后那一天 大概文章也不会太短 那一定是确立这个 历史的这个总结嘛 好到现阶段一个历史的总结 然后另外一个单是确立 他未来要做一些什么 那个大的方向 那很有意思 从从最近各方的这种分析来看的话 他他有 习近平似乎他的偶像就是毛泽东 然后他也似乎要要在一定程度上 对过去改革开放的东西要做一个总结 那你觉得他对于改革开放这件事情 他的逻辑会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吗 我想习近平这几年 他非常重视党史跟意识形态 对对没错 那今年7月1号 因为刚好是建党百年 所以在那之前整个宣传系统 就全部在在在捐断党史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树立正确党史观 我还去找了一本那个 他最新的那个 中共党史 那么简篇 会编的 简篇 想要去看一下他到底哪一样 调整了 对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两个互不否定 两个互不否定指的是 不能以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 去否定改革开放前 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去否定改革开放之后 那重点就是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 81年的那个决议案里头 就是邓小平那个 关于党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案 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评价毛泽东跟毛泽东思想 因为他必须要去评价毛泽东 才有办法 共产党才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说共产党全部都是对的 那到底 就是从反右大妖境到文革 这将近20年的冬亂是什么回事 而且班倒两个凡事的 华国锋也没道理了 对 所以必须要去评价毛泽东 最后做出来的是三七开 就是说百分之三十 三分是错误 七分是正确 那这中间就涉及到文革的评价 所以你可以看到习上台之后 最近这几年 就是中国大陆高中生的那个国中生 高中生他们那个政治的课纲里头 也做了一些改变 以前都会讲 毛泽东或者是文革错误的怎么样 这全部改掉 叫做艰辛探索 就是说他觉得这是在整个共产党 或者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过程当中 一种摸索的过程 所以他也是有攻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就是两个互不否定 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决议案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要是凸显他自己 就是除了互不否定之外 我们去看毛的时期 他是从1921建党到45 那邓的这个是从1949建政之后 一直到1981 可是毛这一次 习这一次要做的是百年 也就是说光时间的跨幅来看 他要去诠释这百年的历史 所以接下来他就必须得去涉及到 他怎么去评价 OK 毛跟邓的问题 我很好奇 你的资源 你的这个线索 提供的这个分析的线索资源 一定比我们多很多 我一直很好奇 他是天中一鸣 一个人往这样想吗 还是他背后有一群什么样的人 在也在帮他这样想 而那群人里面 难道说真的就是那个 大家讲的七个常位里面 那个文胆 王沪宁 确实就是王沪宁 我见过他 真的吗 因为他之前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还没有那么 对不对 他没有那么官方的时候 我见过他 对 他是三草元老 对对对 就是说十九大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意外 因为我想每年 特别是可能涉及到接班人出现的 党大会的时候 大家都在谈谁会入场 那王沪宁是最跌破大家眼睛 因为我们长期在观察 中共的那个政治继承的时候 知道你要进政治局常委 有哪些条件吗 例如说你要在地方单过一把手 你要央地之间有交流 你要在中央部也有工作过等等等这些条件 其实王沪宁都没有 他一直都是在中共政策研究室 就是办公厅 对对对 都是大内高手这样 所以王沪宁能够入场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他现在掌管的是意识形态跟宣传 习非常重视这个东西 因为他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他在宣传跟意识形态上面 有点跌了一跤了 那个部分是整个宣传的意识形态的系统 都是在江西的人 后来十九大之后王沪宁进来 应该说其实站在中间 他手下的大将黄坤明 进驻到中宣部之后 就情况有点改观 而真正的改观是王沪宁真的进 对他掌握了整个宣传系统 包括习思想 就是习近平思想 那也包括这一次党庆 所有的铺陈 我想都跟王沪宁有相当的关系 这个解开一个 大家知道 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就完全成就这些事业 底下他一定有他信赖的一些二把手三把手 所以王沪宁这个名字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 其实说来也有趣 各位还可以在网络上面 找到他没有从政以前 写的一些书跟文章 你完全看不出来 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后来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舵手 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好我们再回来 那现在麻烦来了 就是说习现在能够在六中全会这样子来召开的话 意思就是说他的障碍全部扫除掉了吗 还是说他到最后这个决议文 你们会看到一些妥协的迹象 就你的分析 我想该扫除的都扫除了 过去这九年 这个决议文里头 当然会呈现几个东西 就是说在整个中共的政治继承里头 我们说他是第五代 但是我认为应该会浓缩成三代 里头一直强调就是 中国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站起来就是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然后富起来 富起来是改革开放 那强起来是习近平 而且他中间整个浓缩就是跳跃 就是江泽民跟胡锦涛大概会比较淡化 他也就是这样淡化 对就是淡化 那这样子来看 可能看得出来就是习跟毛邓是并肩 其实我认为还会超越 其实你看习思想 习思想有几个重点 他冠名 那能够冠名的大概就是 就是毛泽东跟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那江泽民叫三个代表 没有冠名 那胡锦涛叫做科学发展官 也没有冠名 他冠名 那他就超越了这个 OK 而且他是习思想 思想大于理论 所以他又大于邓小平的理论 那接下来他要这一步要做的就是超越毛 所以在这个里头 应该我们看得到的是 他在历史的地位上面 他会形塑出自己超越毛 另外就是呈现政绩 过去这九年来的政绩 包括反腐 包括军队的国家化 现代化 应该说军队的现代化 或者是亲自领导抗击疫情 还有对抗美国 这些全部都是 尤其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边局里头 他把整个中国的寝室撑下来 这是他们的解释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绩 所以应该是说 该扫除的障碍都扫除了 他要确立的是自己的历史地位 以及过去九年他的政绩 让他得以去告诉别人 为什么他二十大可以连任 OK 那重要一点是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的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媒体 都是党的喉舌了 所以当然不可能 那个会呈现出什么反对的声音 可是人民毕竟还是人民 这个社会社会大众 就是说 对像你这样的一个 中国大陆问题的专家来讲的话 民意能够了解到大陆的民意 对这个事情 对这个江泽民就 对这个习正平要把自己塑造成 在毛之后超越毛的 这种伟大的这个形象 一般社会大众 看不出一种讯息来说 他们到底态度是什么 很冷漠吗 还是 反正就顺着这个形式走 还是说再看戏 看吧 就看吧 我觉得都有 就是你有不同声音的人 其实早就 对我知道 公开发表的声音 大概早就已经产品了 就是早就被和谐掉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私下的议论 那也只能是私下的议论 我想一般大众 大概都认为说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生计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基本上大部分的民众 会这样子想 对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回来再继续请教 这个王兴贤 王所长 那接下来 习近平会怎么做 那两岸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 未来的这个 迈向习领导的 事实上 他已经没有任期的限制了 那我们会遭遇到 什么样的困境呢 或者是问题呢 或者是挑战呢 那更重要一点是 就算他没有不明显的 安排接班人 但是现在这些人马 会在六中之后 在明年二十大 全部都更换掉吗 那未来的这些领导者 大概没有人敢说 我是以接班人的身份 进来的 不像以前那些进来的 都被干掉了 对不对 所以指定所谓的 下一代接班的 大家都被干光了 没有人再敢了 那会会是有什么样的人 可能进到这些接班梯队呢 马上回来 没有人再来估计 也没有人再来 他都没有钱 けれど 这种信号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騎馬戌1》 講述了《心托騰》 《反應》 聽說《非要重新騎入選擇》 《宗盾頻率差》 頻率差是最過大 它現在回過頭來要不整頓這個關係 但你要做什麼 以前 我記得鄧小平是鄧小平說的 在1960天安門之後,他在92年後,我記得好像在那個時候,他講過說,這個雖然是要防右,但是基本上還是要防左 那承諾某個角度來說,習近平現在這樣不就是沒防到嗎? 我是好奇的,我想當時有一個,他在南巡講話,雖然說是要防右,但是最主要警惕左 今天非常開心,請來政治大學東亞所的所長,王信賢,王老師,王所長,跟大家來分析這個中共六中全會的召開 那我就覺得不哭不笑了,只是理解,我們還是要去了解這個中共的這個未來政局的發展,因為這個一定是影響到全世界,影響到東亞政治,一定影響到兩岸的這個關係,兩岸的台海的安全 好,我們現在再繼續往下來,那你覺得啦,就說,因為中國畢竟是個大國了,所以他不會只把台灣問題放在他的整個習近平未來的這個藍圖裡頭,因為台灣只是一部分嘛 但整體來講,他竟然要這樣子的強大了,然後把任期給這樣子改變了,然後他也有使命感了,那他具體來講,他會完成什麼呢?他真的要在世界上爭取到絕對的領導地位嗎? 我想,習近平一直在提,他不是說最靠近,中國現在是最靠近權力,世界的核心嗎? 對對對,百年未有之變局,那當然就是說,這是一個整個權力結構,就是整個世界權力結構的問題 那剛才您談到的就是台灣問題的部分,我想這是一個重點,這一次我們必須去看的重點,因為在第一個決議案裡頭,共產黨還沒取得政權 所以根本不需要,沒有必要談到台灣的議題 那第二個決議案的時候,當時主要是處理黨內的歷史的問題 那當然那個時候,81年的時候,中國的權力也不夠大,所以也沒辦法涉及到台灣的議題 我們現在的一個看法是,比較擔心的是,他會不會在這次的決議案裡頭提到台灣問題 我覺得可能性還蠻大,最重的關鍵是在於,他如果在提美中之間關係的時候 不可能不碰台灣 台灣是美中之間的重中之重核心問題 另外一個我覺得更要注意的就是說,過去台灣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 但是他自從他提出兩個百年之後 第一個百年是建黨百年,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第二個百年是2049年的建政百年 那個時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那台灣問題如果不同意的話,那就不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也就是說台灣問題已經放進去整個中國的發展的進程裡頭 如果說在他一定會提兩個百年,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如果這個時候再順便談一下,統一的問題 我想這對我們來講壓力就會更大 因為這就是所謂的時間表 統一的時間表 因為2049年那就是建政百年 那你不可能2049才真的完全統一 一定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就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對 OK,所以換句話說這個是我們台灣要警惕的 好,可是反過來講,他要這樣走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分析還是說從習的角度 從目前的發展的態勢來看,為什麼他這樣做 可是他沒有一些困難嗎? 我相信西方的學者或者包括我們國內的這些 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也會關注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想歸想 但是在邁向他的這個未來的目標裡面 他自己本身沒有問題嗎? 整個中國不會有問題嗎? 共產黨不會有問題嗎? 習近平不會有問題嗎? 那當然就是他現在內部還不少問題了 就是以最近來講當然疫情反彈 這個是比較短期的 不要長期結構就是社會的貧富差距的問題 過去這兩年很多人在講所謂的內捲或躺平主義 就是說既然我都站不起來只要躺平 就是說他整個社會結構化的問題 這是社會上面 那經濟上就是目前看起來經濟新常態還會持續 就是說他沒辦法找到一個真正經濟發展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那區域差距也非常非常的巨大 這個都是問題 那政治上的話 就是說習到底會不會受到挑戰 目前是看不出來 過去這幾年來其實好多人一直在提習的權力不穩 或者是內部有權力鬥爭 那個習近平跟李克強之間的鬥爭 又有人提出所謂的兩個中央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事實 應該都不是 習的權力是非常非常穩固 但是正因為非常穩固 他會面臨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習近平不可能永遠直升下去嗎 所以從政治的角度來看 從權力的角度來看 中共他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反而是後習時代 比如說接下來不管任何接班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他權力這麼的集中 向他權力這麼的打 那你怎麼辦 這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可是這有趣啊 如果真碰到這個王老師 你剛剛講這個問題的話 不就是當時習近平他的前輩 鄧小平想解決的問題嗎 是 歷史就這樣循環 鄧小平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才確立一個隔代指定十年的任期 對不對 他才想這樣做 所以習也是難免會碰到這個 那這個就碰到 剛才我在上一段要結束的時候 要留下一個問題 那這一次到明年的二十大 他勢必還是要有一個 不是說接班問題 新一代的這個精英要進來了 因為這些李克強這些一定走了嗎 對不對他不可能 他不會走嗎 但是這些人他應該是要走了 那那怎麼辦呢 又不能又這些人下一批人 又不能像以前那樣想說 他們是下一輩 下一個世代的接班人 不是 可他必須要跟動 recruit一些新的精英進來 他的這個體制裡頭 對不對 那這些人 你覺得他可能會 採用什麼樣的佈局手法 很吊詭對不對 又不能讓他們自己覺得說 我們就是接班人了 告訴各位 有這個接班人的 強人底下都掛了 所以又不行 但是他又必須給大家覺得說 我的梯隊裡面 是有這些有能幹的人 你不用擔心 未來的五年 這個執政的班底都在這邊 以現在政治局常委七位 扣除掉習近平 習近平本人的話 其實還有機會 如果說按照 我覺得這 也要去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七上八下 還管不管用 可能還是不管用 我們在看待這問題 就是說習的時期 沒有 就是說 任何的 任何的規則外的事情 都可能會發生 沒錯沒錯 因為他已經打破規則了 對他打破太多規則了 那七上八下 到底有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如果說繼續走下去 事實上還是有人 現在的政治局常委 還是有人可以繼續留 包括李克強的時間還沒到 包括汪洋 其實年齡也都還可以 但我相信 如果說留下來的這一些人 在我看來 其實都不會是接班人 沒錯 都是要服務於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 以習核心為主體 這個整個權力的結構 那到底會recruit哪些人進去 我覺得現在就是整個 應該說整個台灣 甚至全世界的觀察家 全部都在猜的問題 其實這是每五年都要猜一次 到時候一翻兩瞪眼 就像上次十九大的時候 王滬寧進去 很多人都全部都看傻眼 對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看 就是到底有哪些人會進去 可能現在大家看比較多 包括陳明兒 他的提對 就是重新市委書記 另外就是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這些人年紀都還沒到 那有可能會聚聚 當然有人在拆湖春華 現在的國院副總理 就是各種猜測都有 但是我認為誰能夠進的話 以前我們考慮到好多原因 剛才已經提到了 年齡化界的問題 你的歷練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 會進政治局常委的人 一定是忠誠 過去大家常常會講說 他過去一二十年的接班的模式 共青團都很重要 那現在共青團 基本上收編了嗎 你覺得 共青團大概 他完全收編了 因為習的任內對共青團 其實砍得非常厲害 沒錯 而且他對共青團也有些定性在 因為從某個角度來說 我們這樣講吧 剛剛王老師在開始的時候有講 紅二代 紅二代這些就是那些父親們 都是打下江山的 那個副祖輩們都打下江山的 那些人的後代 紅二代嗎 那另外有一批呢 其實不是那麼樣子的這個 權貴的 那他們很多是在共青團 這個系統裡面出來的 就有志青年 有志於共產事業 很多人是在共青團 所以這兩個系統 其實是有一點點 在權力結構裡面 是不能講說相互的結抗 但是他的確有點別苗頭 可是現在看起來 這個李克強的 原來的頭李克強 現在應該是服服帖帖了 應該是別無二心了吧 至少表面上 你看不出他有二心了 那共青團是完全 他可以掌控了 習近平現在應該是掌控的 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就是說習剛接班的時候 其實就三大勢力了 就是習這邊的紅二代 另外一個就是共青團 共青團 其實真正對他威脅比較大的是 是江派 江泽民這個系統 江泽民現在洗得差不多了 洗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認為 就是中國的任何一個領導人 你走到了這樣的地步 都不是他個人 這一定是團團合夥 整個李克強 包括剛才中間 我們在聊到的時候 最近他還在 就是習還在清理政法系統 那就表示 就是說政法系統 尤其是公安這邊 還沒有清乾淨 但我在想 永遠是不會清乾淨的 他做這些其實都在試警 就告訴你說 我還掌握了好多訊息 我在抓這個頭 那你們其他人就安靜下來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我覺得沒有其他派別的 其實就是習派 所以接下來好多 就是你能夠進常委這些人 應該都是政治忠誠 那台灣怎麼辦 我想面臨到一個 個性這麼鮮明的領導人 我覺得我們自己 應該要有所警惕 就是說習過去的好多做法 我們剛剛也提到 從反腐到後來的 好多內部的一些政治鬥爭 甚至處理香港的問題 我們都必須要了解 他其實是有他自己的堅持 而且他愛證分明 他在處理香港問題 這個是毫不手軟 這是確定的 對就是很多西方的觀察家 甚至包括台灣 都不曉得說 他會用這麼大的力氣 在處理香港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反正我不怕你 我也不怕你講了 當然第一個是影響到中國形象的問題 第二個是香港是非常非常 中國非常重要的自由感 也就是說其實有非常大比例的一些資金 非常大比例外資從香港進去 他其實連這個都不顧了 那就代表其實他的決心到底到哪 尤其是港版國安法 以前我們認為港版國安法 他出來的速度其實是不會這麼快的 對 但是從香港的這件事情 比我們預期快太多了 還有接下來後來 他再慢慢的一步一步 在處理香港的問題 好 我也為什麼特別提這個給各位呢 就是說你 我剛剛講過不哭不笑 只是理解 就是你不喜歡他這樣做法 你這個做他這個做法 你把他痛罵嗎 他獨裁嗎 他怎樣那都沒有問題 但是要想一想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這樣做的動機 跟他的這個意志力 他可以作為一個 我們自己可以來提醒來警惕 他對台灣問題的處理的時候 他會怎樣 那個模式 思考的模式 他意義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不管喜不喜歡 他既然就像剛剛 王信賢王所長講的 他就在眾目可貴之下 把手伸過去了 怎樣 怎樣 我就是伸過去了 怎樣 這才是關鍵 就是我們要分析的是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想講起來 那香港 現在必須說 香港的形勢大致上 他中國北京 是應該掌握的差不多了 對不對 就是一國沒有兩制 就完全沒有所謂的兩制了 當然對台灣來講 這個就沒有號召力了 可是重點還在於說 假如他要動台灣問題的時候 那包括戰爭 包括這個局部的這個封鎖 或者是在國際的這個舞台上 徹底的這個包圍打壓 你如果從香港的問題來看的話 那他要動手 不是不可能了 不是不可能了 那好 那那問題在這裡了 你覺得這一次六中之後 如果我們把這問題 視為再拉開一點 在亞洲這邊 日本一定很緊張 日本會很高度關注 美國一定也是更高度關注 美日會怎麼看待 六中之後的中國呢 嗯 比較有我們 因為這段快要結束 有時候把它講完好了 大家回來把後面的時間 都留給王老師 就是說中 剛好美國也碰到一個拜登 那美國的自己的社會問題 國內問題也很嚴重 你看川普的這個敘事待發 準備反撲 然後拜登呢 又感覺起來最近處理 包括阿富汗撤軍處理的這個 讓他國內也還蠻多意見的 所以這也很奇怪 就剛好歷史好像就很吊詭的 在這個時候如果是 美國強大到不行 那搞不好問題 又是另外一個局面 馬上回來 裏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那个态度万哥 我之前就跟他们警告 这些前期没有 他们还有很高的职业 我说就会 他们就不可能 这么快 我就不出来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说 你有没有低估 你可以不喜欢 但你不要低估了 他在出于某些事情上的方法 我覺得香港那個看的很明顯 他就是做盾看 如果照以前的理解 會覺得說他不敢 或他不願意 或他猶豫 我非常擔心的是香港模式 現在套到台灣來的 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民黨這幾年的做法 他跟老公更有壓力 想把很多priority往前面 我知道 而且那個進程在壓縮 因為理論上來講 你不應該把那個priority 讓他往前的 對對對 這樣我們都有時間 對對對 另外還有一塊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 他對付台族的頑固的這個策略 他從某個角度說 他當然會把台灣逼到 更 更 更他更遠 可是更他更遠以後 台灣的很多的困局會讓他出來 那 就算不逼到很遠 但是他的確已經切割了很多 很多的 對對對 他現在就要 他現在先做這個 精準大制 對對對 他就比如說在一件事情 嗯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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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会观察 我想习的 对习的许论是 大概就是毫无悬念 对 大概目前大家做的判断 是这个样子 西方国家也没办法吧 我的意思就说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看土耳其 你看看这个俄罗斯的普廷 西方国家也能怎样呢 是不是 对基本是没办法怎么样 对啊也不能怎么样 对啊 更何况中国又不太一样 因为中国的确在国力上面的强大 是你没办法忽视的 还有一点他在联合国 还有安理会的这个权利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一直常在想 美国人大概觉得懊恼 是说这样搞了这个几十年 竟然把中国就喂成了 养成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一个强劲的被手 这是美国最为懊恼的 就是说当初美中之间的建交之后 他把他带进去 以他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头 就让中国怎么上来 又让中国进入W2 W2 整个又上来 那变成是他的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似乎想要走出一条 跟美国不同的道路 所以这一次的决议案里头 我隐隐觉得 就是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正在走一条 中国道路 或者叫中国模式 叫做或者叫中国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 包括他整个国家发展的道路 包括意识形态 包括所有的事情 价值 可能都跟你美国不一样 这是美国一直最担忧的事情 但我相信他在这一次的决议案里头 会提到这个东西 好 这当然我们就要就要好好的慢慢看了 因为各位想想看 我们今天只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就是他会怎么走 他会怎么走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至于说他这样走了 未来的路会不会走得很坦顺 然后会不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我们要去观察他的 但无论如何 要去了解他 这是必然的 否则的话就只能说 一句话说 反正就共产党嘛 反正就是共产党阿爸嘛 随便呢 那就累了 那你就表示你没办法了解他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 我们现在会多看看 光是我们这两天有谈到 昨天有谈到军事力量 陆海空来看的话 几乎都是全世界排在前三 他陆军还是全世界最大 海军是现在是最强的 那个舰队数是最多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 你不能够不注意他 特别是我们台湾 台湾还在这个全世界 对抗中国的最前缘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戒胜恐惧 小心翼翼 如果真的要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的话 你当然要更加的高度的关注了 好非常谢谢 今天我们请来了政治大学东亚所的所长 王信贤 王博士呢 来跟我们做分析 我们再先预约 未来几天呢 等这个历史决议文献出来了 我们再好好的来做一个讨论 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再查一下 他前面的两次的这个历史文献的一些背景 就可以了解了 待会欢迎大家回来 阿嬷的女朋友